大家好 我是乐仔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解析一下 过去病的狼山秋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这个呢是我跟官方的技术人员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狼山秋风这个技能是不是有存在问题 存在bug的问题啊 那官方的解释呢就是机制本来就是这样啊 技能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过去病觉醒了过后 击败了敌方部队就会触发狼山秋风的这个效果 从事所率领的部队怒气 临时争议和检疫 部队进入战斗的时间 那么这边呢你就可以理解为 它一共会有三个东西是被重置的 第一个就是所率领部队的怒气 第二个就是临时的争议和检疫 第三个就是部队进入战斗的时间 那么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个 那么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呢 触发狼山秋风的效果会使获去病所率领的部队强制脱战 导致附加的技能示范不出来 所以你会在一些测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 我觉醒了这个获去病过后 反而让我的这个副将示范不了技能 那这个技能不就是一个很大吉的一个技能吗 那么这个理解呢 其实我觉得一半对一半错 那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 这个觉醒技能到底实际作用是怎样 首先你要知道就是获去病的第三个技能 它的第三个技能呢 就是每一次进入战斗过后的前15秒 它的技能伤害会提升 以及示范的主动技能 怒气会减低150点怒气 所以它的这个觉醒技能呢 其实就是搭配它的第三个技能 因为你可以看到哦 就是它重置的部分呢 也是有包括这个部队进入战斗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没有觉醒获去病的话 你要怎样去触发获去病的第三个技能呢 你就必须一直去拉动它 就是你要让你的这个部队脱战了过后才能够回去打 所以在KVK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去使用 但是如果是在埃及啊 打团战的时候 又或者是你本身有7队 你要5-1-0人家 然后你5-1-0完了之后 你又换下一个部队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觉醒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重置 它的这个部队进入战斗的时间 那这样子就能够一直触发它的第三个技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哦 就是在于说它的这个检疫效果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哦 我所率领的部队的怒气也会重置啊 如果一直重置我的这个部队的怒气的话 那我是不是技能都释放不出来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在实际的战斗来讲是很难遇到 就是对方可能用一兵的方式去重置你的怒气的 因为在野战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除非敌人真的很闲控啊 再来它有一个重点就在于这个地方 就是临时的争议跟检疫呢 它也会重置 它的这个临时争议跟检疫是什么呢 我就有问官方哦那检疫也会重置的话 那如果是沉默之类的话也是会重置CD吗 但是官方的回答就是沉默的效果不会重置 沉默属于控制效果 会重置的检疫效果是减速中毒虚弱 或者是其他的普通检疫效果 那么再来就是重置是直接消失 还是检疫的时间会重新计算哦 那获取兵受到的检疫会直接消失 那么就有一个大佬的玩家呢 有分享他的这个获取兵哦 他的获取兵是觉醒啊 然后这个是他在KVK的一些实际的战斗的战报 然后有分享给其他的玩家 当作一个参考啦 所以总结一下那 就会有玩家一定会要问的一个问题 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获取兵要不要开这个觉醒的技能哦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开这个觉醒技能 除非是你只打KVK 然后你很喜欢拉扯 你要一直让你的获取兵去拖战 那如果你是5-1-0啊 然后你打团战啊 或者是你有打比赛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要开这个觉醒技能的 你没有开这个觉醒技能 跟有开觉醒技能呢 我觉得区别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开这个觉醒技能的话 你一直去5-1-0部队的话 然后你没有去拖战的话 那么15秒过后呢 你的这个争议的效果 就会变成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还有就是你的获取兵是不能够 去除掉这个简易的效果的 我觉得简易的部分也是很重要 那我相信呢 也是有玩家因为害怕 他的这个怒气会重置 没有办法示范技能等等的 那我觉得实际的战斗 不太会遇到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呢 狼山秋风的这个技能 它其实设计就是为了对应 霍区兵的第三个技能 而设计的一个觉醒技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技能是相当的重要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霍区兵的狼山秋风的解析 分享给各位 我希望这个分享呢 对你有帮助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